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我們桃園有一所大學 我不敢講說交易 但是也有人重新入主某一所大學 花大概10到20億 大家都在說私校要退場了 因為少子花辦不下去 有人花10到20億入主學校 表示他對辦大學還是有信心 但也另外有一所大學 他就是拼命的去說 招這個碩士專班 這個國小教國文的老師 可以寫那個論文 連我的不太會寫 叫做快速成型配合精密駐造於微小結構放電加工之研究 畢業於工程技術研究所 他是在國小教國文 你看也可以腐爛到這種程度 這個我們也有做進一步了解 不是啊 部長我要跟你講 就是說辦學校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主體性 如果你引證止渴 你只強求短暫期間的 那部長這個事情是不能解決的 那我現在就跟部長講說 這個資金條例 希望放在我們 示範 示範 示範區條例 沒關係好了 你一直在搶示範沒有關係 實際上已經在辦很久了 但我要跟部長講的原因是說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個條例不是萬能單 應該坦白講 這一次本來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是沒有教育產業 是臨時拉進來的 但是你們過去就在推 只是也利用這一次機會 也快速成行 但是我跟部長講 我看過所有的條例之後 即使沒有經濟示範區的這個條例 你們本來也都在做 有很多學校也早就在做 裡面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以外國大學為主體 一個以國內大學為主體 如果名校不來 實際上沒有什麼意義 如果名校來 台灣分校在國際不被認可 也沒什麼用 但是以台灣為主體的 這個 你所謂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教育創新產業好了 已經在台灣最少存活20年以上 為什麼 因為過去很多私校 它也面臨到招生不足 所以它就跟國外名校合作 即使不是名校也是普通學校 兩個學校一起修課 兩個學校學分都承認 一年 有部分時間到國外念書 有大部分時間 有國外老師來台灣教書 他也拿到了學位 唯一差別是 我們公家機關不承認 因為你沒有在一年當中 有多少天在國外 沒有連續幾年 只差別在這裡 部長 以國內為主體的 所謂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教育創新產業 已經行之多年 部長 這不是什麼創新 這不是什麼創新的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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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兒